那实相是与信德相应 有赞叹 实我可不能赞叹了 实我跟这个信德完全相违背 孝顺父母 由爱兄弟是信的 天性 最近好像外国人做了一个事业 试验出来的是人之粗心本善 他怎么试验呢 一两个月的婴儿 想爬了还爬得不利落 故意在他面前 把这个很轻的小东西碰到了 然后你仔细去观察它 它会把它扶起来 它知道你不小心碰到的时候 他会把它尽量推靠近你 哎呀 就是那么小 又没有人教他 他就懂得 他说这是什么 这是本心 这是本心 人心本善啊 但是出生呢 就不行了 出生里面只有新心 但是新心 没有人那么样的灵力 新心是被动的 不是主动的 只有这个小孩的时候 一两个月的小孩 他是主动的 他不是被动的 并没有要求他 他也并不想回报 像新心做这个事情 他有目的 他想回报 那这个婴儿没有这个意思 他会帮助你扶起来 慢慢把东西推到你面前 他做了很多次的事业 证明这个小孩生下来的时候 很善良 懂得合作 懂得帮助别人 那么教育没有别的 教育就是如何 让这种天性 这种美德了 能够永远保持 你不会辨知 所以小孩慢慢长大了 他就辨知了 他受外面环境的影响 被染污了 尤其现在的社会 非常可怕 底下这个问题问到了 新年代千少年 喜好电动游戏 这些游戏内容 许多都是叫人杀到淫忘 请问这种情况怎么办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 这个是当今社会上最严重的问题 把人都叫坏了 我去年 在欧洲访问 在巴黎 在伦敦 那边的同修就告诉我 在两个星期之前 有一个十四岁的小孩 把哥哥杀了 那么到法官那里去了 法官问他了 他不知道 他不晓得 杀人是错误的 杀他哥哥是有的 他完全不懂 什么原因呢 游戏 杀人是好玩的 是游戏 那将来说 他杀父母也是游戏 你说这怎么办 我在想的时候 统统是电动游戏机里 就学来的 于是我们就体会到 这样的小孩 在过个二三十年长大了 如果他是抓到政权 那个核武都在手上 他到处乱丢游戏 好玩的 这个可不得了了 这真正叫世界末日 换一句话说 是非善悟 没有能力辨别 从小就说 这个是使先入为主 中国人讲 少臣若天性 习惯臣自然 这怎么得了 这个在几年前 好像是2000年 还是2001年 我在一份杂志上看到 每一个青少年的犯罪 每一天 那个犯罪率 看到的时候 是叫人 惊吓 不得了 那我为这桩事情 我到洛杉矶跑了一趟 来回一个星期 在洛杉矶 美国的电视台 做了年长 座谈会 就讨论这个问题 第一次 我们邀请的是 大洛杉矶地区的检察长 他是法律 法官 另外 请的就是帕萨提纳的市长 还请的是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的校长 我一个 我们四个人 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把我看到这份资料 问检察长 我说这个数字 是不是真的 他说是真的 我说你们现在 有没有方法把它遏制 他说没办法 我说如果 不能把这个事情 遏制住 三十年之后 美国会往国 我就提出这个警告 你看美国这个青少年 杀父母 那是常常听到的 在学校杀老师 杀同学 美国的枪支没有管支 到了那个 那个卖武器的店 从手枪到 这个这个手提机枪 很便宜 那个不是玩具 真枪啊 一支手枪 我在美国那个时候 二十块钱 所以美国的这个 小学生呢 书包里都常常有手枪啊 你这个事情很麻烦 一直到现在 好像枪支 还是没有管支 有些国家的时候 有管支的比较好一点 那小孩玩 还都说玩玩具 不是完整 所以这个电动玩具 游戏机 害死人 我从青少年 迷在这个游戏机里头 我就感觉到 外国宗教里面 讲的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 可能与这个有密切的关联 现在 这个世界上很多 有核无国家的 这些国家领导人 都还很有智慧 有 克制自己的能力 不会发动核无战争 因为大家都知道 核无战争 是没有胜负的 是同归于尽 毁灭性的战争 所以不太可能会发动 可是从游戏机 教育教出来的这批人 那他们长大的时候 他们玩游戏 那就太可能了 你能保动 保证他们不发动吗 哪一个发动 当然人家就要缓急 第三次核无大战 就起来了 那地球真的是毁灭 所以越想越可怕 现在唯一一个防止的方法 就是通力合作 这些有核无国家的 把这个核无全部消灰 使他们将来没有核无 这个就不会有这样大杀杀力的 这个战争爆发了 我们现在天天思维这个问题 如何劝说 这些国家领导人 能够把自己储藏的核无 统统消灰 这个就是预防世界末日的陷阱 这种事情很重要 很重要 决定不能够侵蚀 那我们的同学 你们如果要有子弟 有儿女 迷上这些电动游戏 游戏机 一定要支持 一定要劝劝他 甚至家里面这些电视 都不能看 现在小学生都用电脑 我不知道香港情形怎么样 在外国小学就用电脑 小学一年级上课就用电脑 电脑里面的污染非常严重 有很多做父母的不知道 还认为自己儿子不错 你看好用功 一天到晚都在读书 他在读书 他不是在读 他在那学杀到阴望 这个就是父母关心太少 造成后遗症 很麻烦 不要说这些小朋友 我们这一代 受的这个污染 已经很严重 幸亏学佛 老师教导我们 不看电视 不听广播 不看报纸杂志 我跟他们断绝 四十多年了 所以没有受到任务 我们每天看的 佛经 中国古老的神仙书 我们听的 也都是讲经说法 所以才保持到 清净性 没有受任务 那么天天讲经 讲经非常好 讲经劝人 天天劝人 自己要做不到 那多难为情 讲多了 不知不觉的 自己就切入了 也没有真的心想去学 天天讲 讲了几十年 自然而然 他就如今见了 这是很好的方法了 教学相长 天天跟圣贤 跟佛菩萨在一起 你就不会学坏了 那么这个家庭里面 一定要给小朋友 制造这个环境 制造这个气氛 像电视 不看电视 小朋友不能 没有这个游乐 我们就找好的 这个光点 能力道德 善 善面 用这些东西 给他看 到他有能力 听经的时候 可以让他听听 有些 有善根的 这有善根是 再来人啊 前世是学佛的 一接触 他就喜欢 我听说 有个两三岁的 听我讲经 说他很喜欢 只要一听我讲经 他就来了 很乖 坐在那个地方 不管他听得懂 听不懂 他很乖的 他就能坐 一个多小时 不容易 这就善根 长时期这样宣秀 他就不会变怀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 特别是对儿童要关怀 要诱导他 已经迷上电动游戏机 要帮助他回头 帮助他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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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正他 让他有正当的 娱乐 那么中国古典的东西 都非常好 古典的东西 你像这些戏剧 它里面都是 都是叫的 这个 校题中心 所以中国 从前的戏剧 都是中校节义 表演的是这个 英国报应 所以他对于 他是属于教育 特别是中国 复原这么大 学校没那么多 人 他懂道理 他懂理解 靠什么 靠这种教育 所以这属于 社会教育 好 今天 这个时间到了 我们这几个问题 就答复到此地 好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